还记得今年三月贝克哈姆在武汉球场上摔的那潇洒的一跤吗 时隔三个月作为中超推广大使的小贝又来中国了 这一次呢听说他可是有家属相随哦 难道是可爱的七公主跟着小贝来了吗 是的你没看错贝克哈姆第二次中国行的起点就是位于北京西城区的宋庆林故居 也就是因为场地的特殊性 相比较上一次中国行前呼后拥的场面 小贝这次的出场略显冷清 在启动仪式上贝克哈姆向大家展示了他此次带来的捐赠物品 在他职业生涯中最具意义的六件球衣 分别来自英格兰国家队曼联黄马洛杉矶银河 AC米兰以及巴黎圣日尔曼俱乐部 据悉由于要当晚才能抵达北京 所以贝克姆的妻子辣妹维多利亚错过了这次的启动仪式 但她还是托丈夫向中国青少年足球发展基金 捐赠了一辆跑车以表新意 据悉贝克姆此次的中国之行 还将陆续前往南京上海杭州为中国足球做推广工作 另外6月23日晚被看母夫妇将一起走进央视演播厅 参与一场特别慈善节目的直播互动 届时夫妇俩不仅将会进行慈善捐赠 还将与中国球迷一起回忆她的传奇职业生涯 新闻加线北京采访华道